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的眼睛可以将所有进入眼球的光线进行完美的折射 然后在视网膜上形成一个聚焦清晰的图像 散光是指眼球角膜或筋状体 不能将光均匀地聚焦在视网膜上面导致视力变模糊或扭曲 究竟什么是夜盲症呢? 具体表现为在黑暗中或光线较弱的地方看不清东西 大部分的夜盲未缺乏维生素A 令视网膜肝状细胞减少制造式子红质而引起 吃什么可以缓解两者的病情呢? 第一,吃含维生素A的食物 维生素A是构成视觉细胞中感受热光重要成分与暗视觉有关 如果人体中缺乏维生素A则会影响暗视应能力 含维生素A较多的食物有枸杞子、菠菜、胡萝卜、动物肝脏等 第二,吃含心的食物 人体的眼睛多个部分意含有心 心在眼内参与维生素A的运输 维持视网膜色素上皮的视力功能 含心较多的食物有牡蛎、干、花生、小麦等 第三,吃含叶黄素的食物 叶黄素可改善眼睛在黑暗中时对光线的敏感程度 也能吸收有害屏幕蓝光、保护视网膜、改善近视散光 含叶黄素较多的食物有木瓜、南瓜、韭菜等 金康视力宝果冻含叶黄素、玉米黄素、虾青素、维生素A、维生素C、氧化芯等对眼睛有保护作用的成分 能有效地改善散光、叶芒症、黄斑病变、眼睛干涩等眼睛疾病 而且我们的产品都拥有国际和马来西亚政府的品质认证 绝对是您安心的选择 对金康视力宝果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络我们各地的代理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